吉安鄉年度客家盛世客家文化藝術節 26日、27日兩天是在五谷宮舉行 包括有燕姬称重踢箭子比賽及天神良福儀式 一群客家人春旗秋暴傳統 在農曆的10月15日夏園節禁謝天神 最後由去年冠軍是永新春郭寶珠 再一次以13斤15兩的大燕姬奪下冠軍 花蓮縣吉安鄉每年都會在農曆10月15日夏園節 舉辦客家文化藝術節活動 純承客裝文化 1月2年客家文化藝術節系列活動 於26、27日兩天 在五谷宮舉辦燕姬称重踢箭子比賽 以及天神良福儀式 獲得鄉親們熱烈報名 超過一兩百隻大燕姬參賽 大人、小孩也一起參與踢箭子競賽 壽豐鄉的總人口數一萬八千多 新城鄉的人數一萬八千多 旧林鄉的人數一萬六千多 吉安就只有客家人 就三萬三 這樣有沒有很多 有 所以客家的文化在吉安 也是文化連線 這個很重要的指標 非常精采的內容 有踢箭子 有煙機比賽 有煙機排盤的競賽 還有最重要的夏園節也是感恩節 在客家村莊裡面 要開啟的祭祀來感謝天 來謝謝我們五谷豐收 帶來過去一年的平安 更要祈求新的一年能夠萬事太極 所以吉安傳承客家莊的文化 開啟的哈嘎文化藝術節 帶來多元系列的活動 看到我們的小朋友 踢箭子長著七八十歲 也一而十的來作為回味 更讓大家看到了 我們客家莊裡面的煙機 紛紛的出容 一兩百隻的這樣的一個禁筆 希望我們精采的三天 能夠讓大家一起來以外 更要開啟後續的圓滿 就是我們的客家大戲 希望大家一起來 大煙機活力旺盛 最後由去年冠軍永新春郭寶珠 再次以十三斤十五兩的大煙機奪下冠軍 12月2日也將在哈嘍公園 舉行精彩收東西 吉安鄉公所表示 吉安鄉是華連縣客家居住人口 數最多的鄉城 期盼透過客庄習俗延展至學校 社團社區發揚在地傳承 藉此推動社區共融 族群共融 讓客家文化生命力世代傳承 記者將汪宴 吉安鄉報道 對阿爾 吉安鄉報道 博士 祝宗